广西南宁一初中男生陷入连环套被骗8万多元 期间辫子还指使这名男孩深夜咬醒其母亲李女士进行刷脸支付 10月29日记者了解到目前李女士已向警方报案 案件正在侦办当中 李女士告诉记者 10月19日凌晨3点半 她12岁的儿子小杰突然将她咬醒 拿着手机对着她刷脸 然后跑到厕所躲了起来 李女士追出去了解情况才发现 儿子拿手机刷脸验证 支付了一笔钱给网友 紧接着打开手机一看 里面的钱竟然真的被转走了 原来10月18日小杰刷短视频时 无意间看到一则消息称 王者荣耀游戏用户扫码便可领取福利 随后小杰扫码加入一个名为 王者荣耀福利群1的QQ群组 群组称只要将微信或支付宝余额截图 发给她 她便会发来余额十倍的福利 她还贴出别人拿到十倍余额回款的截图 并称此福利需用父母的手机操作 小杰信以为真私下联系对方 群组于是为她建立了讨论组 一步步教她操作 18日晚上看到钱还没返还 小杰就联系对方要求兑现承诺 没想到再次落入连环套 将妈妈的花杯和绑定的五张信用卡全部刷爆 19日凌晨小杰还被对方诱导 试图从戒杯刷走3.4万元 最终因人脸识别不成功才终止 小杰问她说 你今天给我扫那个码怎么扣钱 叫它退回来 这个网友荣耀这个支撑什么的 叫它退钱 后面她又说如果退钱的话那可以啊 但是的话那你要按照我的方法做 扫这些二维码 我问她密码你怎么知道 她说平常我们输这样子的时候 她就是无意这样子忘掉了 然后她记得脑子里面 事发后 李女士通过支付宝投诉中心追回6笔 共1万多元 但目前包括信用卡在内的7万多元难以追回 因为现在小孩啊 她心里面承受压力也挺大的 然后我们也签索她 让她要妈妈处理 不然她现在这个小孩年龄波段 也怕她想不开 所以我们不见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